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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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当地第一个考上武汉大学的学生 毕业后 我进入世界上最大的载电核电工程 阳间核电站成为一名调室工程师 我的大脑每天像高速计算机一样运转 再复杂的工程图只要看一遍 我都能全部记在脑子里 核电安全终于泰山 工程中的任何小错误 我一个都不能放过 去年最强大脑开播 有朋友就鼓动我来参加 因为性格内敛 不想在太多人前表现 我拒绝了 但今年我改变了我的心愿 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理由 那就是向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证明 只要不抛弃不放弃 任何人通过不断努力 都可以创造奇迹 有请挑战者 给大家多个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威 今年28岁 来自广东深圳 是一名核电工程师 核电工程师 这种记忆能力 在你的工作当中 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像我工作中 需要处理大量的文件 有时多达几百份 每份文件都有个六位的流水号 我可以仅凭这个流水号 知道每天处理的数百份文件的 日常进展到哪个地方 好 你今天到这个舞台上 要挑战的项目是 我挑战的项目叫做 变变脸 变脸 他怎么讲话 比11岁的还幼稚 什么叫变变脸 我有两个变变 变是变韧的变 第二个变是变化的变 叫做变变脸 了解 具体的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请看 微信 川剧有着号称唐三千送八百的丰富剧目 而川剧中的绝活变脸 更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变脸中的精髓就是那绚丽多彩的川剧脸谱 十四名川剧演员 现场变换一百二十张脸谱 并最终显现本脸 挑战者全程观察 变脸谱 嘉宾随机指定一位变脸演员 挑战者从脸谱墙上三百张很干扰相的脸谱中 找出这位演员表演时的全部脸谱 依次比对全部正确 挑战成功 太难了 在我的左手边有两个脸谱滚筒 为了增加挑战的难度 我们特地做了三百个川剧脸谱 一百二十张正确的脸谱 埋在这三百张脸谱当中 干扰的脸谱总共是一百八十张 一百二十张已经很难了 还要再增加一百八十张 这是要干什么 有很多的脸谱相互之间的差别 是极其细微的 这几个不就一模一样吗 好像差别很小 美猴王有各种不同 我们就看有多少脸谱是相似的 就容易混淆的 就有脸盲症就真的没办法 对不对 你盯着看半天我头有点晕了 对 天花着乱 脸上的一些颜色或是图案 这么多不同 哇 这怎么可能完成 这个主题曲要换成那个不可能的任务 睡天 quad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太难了 那么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对规则 其实很多人 还不是特别地清楚 14位演员 120张脸 挑出其中一个演员 他变过多少张 和那边的关系是 他确定好以后 他就会在这个脸谱滚筒上 找出来 对 并且按顺序地 把它陈列出来 每一个演员 也就变脸一次是吗 每一个川剧演员 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停顿 并不是说 刷刷刷刷这种 平均下来大概多少时间 10秒钟 10秒钟 好 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 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有没有老师 你给的是5分 那个孟非给了4分 要孟非老师先说吧 好 你们怎么那么不厚道 因为是这样的 显然 这个项目时间也短 干扰项也非常多 是相当具有难度的 我觉得差不多 难度系统4分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好 来 来 永不老师 为什么5分 首先我觉得肯定很难 另外我觉得这中间 有很多中国的民族的文化 在洪扬民族的文化 也很期待他挑战成功 所以我给他5分 好 谢谢 来 桥子 我觉得就是他的复杂度跟速度 在这里相似度的面具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加油了 加油 好 加油 请上 挑战位 李威 请你做好准备 观察 开始 在千斧子鬼牛 传剧中的变烈 下周 看看 家朕快入店 快入店 快入店 眼睛 好潇洒好帆 alion łą maken 是不知那是不漫 男人就会回着不漫 扫索一人看就看 前看后看 近看慢看 走看右看 三看下看 晚看是我看 人是好说与新鲜 扫扣一转 面空说变就变 眼睛一场 不过瞬息之间 方向是力量 心跳不断发开 人生就远 安慰着海外相传 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真的是我都蒙了 我完全蒙了 光寄脸色我已经有块封 我要写绿 啊接下来又是绿啊 你写深绿 十四位川剧演员 精湛了变脸记忆 让人眼瓜缭乱 目不暇接 而在表演开始后不久 评委们却意外发现了一个 让他们惊讶无比的事实 我们一直以为一个人先全部表演完 但其实不是这样 他们是轮着表演 每个人出来一轮 又出来一轮 再出来一轮 那时候我已经要疯掉 反反复复复的眼花缭乱 这种心是真的没法处理的地方 我现在连谁演过了谁没有表演 我都不记得 太难了我觉得太难了 数量太大还到了啊 连续多轮的脸谱展示后 川剧演员们一字排开 并逐一展示最后一张脸谱 你觉得这男孩要崩溃了 表演者依次恢复本脸 选手则根据表演者的掌握 这下快速整理表演者先前锁片脸谱 好 谢谢十四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请参与他们 好 看完她的那个挑战的过程之后 我很担心 很可怕 这个项目的难度比我预估的还要高一点 我对她的信心指数 的确是下场的一定比 好 接下来 我们有请佟丽娅为李威出题 有请 因为刚才我自己有试着记一下 但我好像能记录她的一张到两张脸吧 我选这位老师 那么请这位演员向前一步 观察 开始 开始 观察完毕 这么快 快就完了 太快了吧 现在 是真的吗 我们请这位演员老师到舞台下面进行变脸的复原 也谢谢其他的艺术家们 谢谢你们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能把难度再稍微加一点吗 还不够难 好 已经很难 超级难了 她怎么还能再加难度 很难想象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确定你要加难度吗 对 我要加点难度 我会 后面会告诉你们原因的 行吗 你们不用问一下 挑战者愿不愿意接受吗 选手你愿意接受挑战吗 根据比赛的规则 选手也可以有权不接受 李薇你愿意接受吗 因为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完成这件事 所以我必须接受 无论你有多难 我要的就是把这个项目完到极致 我请第一位老师和第二位老师 我要他们俩的都是第五张脸 到时候请我们的选手 把那两张脸给挑出来 李薇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观察开始 您请左边那位老师把肩头转过来一下吗 肩膀转一下 让我看一下 OK 转回来就OK 好 谢谢 观察完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同样的请这两位演员暂时到台下休息 并恢复原先的变脸 有请 谢谢你们 李薇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开始 帮我俩进资 Kobe 妈 帮我选择真的脸谱 因为我的本子上的记录是第一张脸是绿的 我说完了他错了 两个滚头 我看完一个之后 我竟然只能找出一个脸谱 心想这下可能真的很悬 反复的对比 长时间的犹豫 在三百张脸谱的包围中 李威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 他的犹豫全都来自于干扰上 那是最有条件的事 这个脸谱 它耗时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把我选择最大的脸谱 经历了漫长的犹豫 李威开始快速挑选脸谱 此时的他 究竟对挑战已经胸有成竹 还是在失败前进行最后的征仗 外包选择最大的脸谱 他是统一把它拿下来 然后再排 他有他的技术方法 我觉得他好厉害 主持人 我已经确认完毕了 现在让我们再次请出 彭丽娅所挑的这位演员入场 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 第一张脸谱 三 二 一 开始 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这是我选择的最接近的一张 我可以上来看看吗 可以 画师在画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小误差 它都是手绘的 对 我可以去连普台 拿一张类似的过来 对 有没有比这更近似的 你记一下 到底哪个是人家挑的 别忘了 待会儿 好 我们请科助帮助 多个多位拿一下脸谱 因为多个多位还可能进行挑选 这个是最近似的 这是选手的选择 我的左手是选手的选择 右手是能够找到最近似的 大家可以看一眼 有多相似 然后我们跟演员脸上的脸对比一下 选手指认的第一副脸谱 完全正确 好 恭喜 我最后指出一点 就是正确答案 但是即使是正确答案 跟演员脸上的脸谱 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在鼻子附近 看一下这是鼻孔的地方 是两个黑点 而画师画出来的是两条长形 是有差别的 所有的脸谱都是手绘的 这是民间艺术 这样的创作 恰恰不是像复印机一样 这给选手的记忆和回复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接下来第二副脸谱 到底正确 不正确呢 我们开始演员 因为我们在制作脸谱 模型的过程当中 用的颜料会出现一些色差 正确 接下来我们验证第三副脸谱 不是我正确 正确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 只有在舌头这个颜色上 有一丁点差别的 它的舌头是黑色的 我印象当中 这个熊猫是有个粉色舌头的 它还有时间观察这种时间 天呐 来 接下来验证一下第四副 到底是不是呢 开始验证 正确 好 接下来第五副的脸谱 验证开始 正确 颜色 色彩差的很多 好 第六副脸谱 正确不正确呢 正确 第七副脸谱 验证开始 正确 李渭的挑战进行了异常顺利 可是脸谱的颜色差异 一直困扰着比赛的进行 接下来即将验证难度最大 同时也耗费选手最多时间的一张脸谱 这次的结果 又会如何 李渭有信心吗 有信心 你确定 确定 好 我们验证第八副脸谱 验证开始 哇 有意义吗 有意义吗 这个颜色差得太大了 我们都个的位 能不能够替他找出 跟这个脸谱相似的 其他脸谱 就这张脸其实还是最难记的 因为从我这个角度去看老师 我没有看到脑门上的那个字 颜色差也是最大的 达特卫找到什么了 找到那个类似的 太像了是不是 李渭的选项遭遇到评委们的强烈质疑 而达特卫也从脸谱架上选出了一个与正确答案极其相似的脸谱 难道李渭的挑战即将终结 悬念即将揭晓 找到那个类似的 你能告诉我区别在哪儿吗 左手是选手的选择 对 右手是类似的干扰相 大家可以看一眼 看见差别了吗 这两个点看到没有 黑红白 看到没有这两个点 你看在嘴巴附近 嘴巴那一圈干扰相是黑的 有黑勾边的 人脸上是没有黑线的 黑的轮廓线 轮廓线对 对 那么多个多位 你确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答案 第八部图正确 李渭是否能够成功 就在此一举 在你的选择当中 他变得是最后一幅脸谱 对不对 到底正确不正确呢 验证开始 大家庆祝的有点早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衣服 这个演员可能背后还有衣服呢 到底后面还有没有变脸呢 三二一 验证开始 太厉害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真是不可能的任务 做完点 你挑战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多个多位 所挑选的这两位演员入场 好 那我们首先验证第一位演员的第五张脸 请这位演员做好准备 现在开始 二 三 四 好 第五张是不是 李渭所挑选的这一幅脸谱呢 验证开始 完全正确 相当了不起 我们也请这位演员的变回本脸 多个多位 你看一下是不是您选出的那一位 好 就是了 就是了 好 哎呀 谢谢 谢谢 来 第二位演员 开始 二 三 三 四 好 关键的时候 到了 第二位演员 所变的 第五张 到底正确 不正确呢 咱们 输 Company 好了 你看朝堡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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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请这位演员变回本联 各位各位正确吗 是吗 是 完全正确 好 谢谢两位演员 请在台下休息 谢谢你们 谢谢 恭喜你们 挑战性格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还要观察这些细节 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做的 我觉得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作为教练员 作为运动员 我最担心的是一个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当你需要全神贯注的时候 那些干扰会影响你的水平 那整个的过程当中音乐那么响 然后大家在很多的走动 至始至终干扰很多 但你又都保持了非常非常高度的 那种精力 集中的能力 我觉得非常佩服 所以我特别特别希望 高特别人在打分的时候 跟我们评审的能够一致一次 还有一件事情 刚刚李教育讲的干扰 我到后来你们出题目我才发现 原来这个老师这边还有两个狮子呢 那么大我居然没看见 你就知道那个有多干扰了 眼花缭乱 晶晶亮亮 黄黄绿绿 好多细节我都看不见 他都看到了甚至是嘴唇的颜色 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 大特卫啊 你还是以科学当你唯一的标准 好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科学是大特卫唯一的标准 但大特卫不是唯一的科学 我从来不敢标榜自己是唯一的科学 等一等 我觉得现在 大特卫还没有干出什么上天害理的事情 你们先不要预先审判他 对 我们是希望 是希望 是不是以前干的坏事太多了 我为什么选这个老师吧 因为他一上来 我发现他拿的这个绿扇子 其实是最突出的一个颜色嘛 我有倾向于他 我希望他选的简单一点的 可是当他在变脸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他又很难 是因为他有两张脸 都是接近绿色 挨在一起这就很容易乱 而且今天台上 所有的老师绿脸的特别多 我就觉得完蛋了 我怎么给他选了一个这么难的 我希望打高点呗 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啊 因为刚开始的那个VCR的时候 你说你今天来这里 还为了一个人而来 对不对 现在能说吗 其实这一刻 我觉得特别幸福 因为今天我的女儿 刚好是九个月 我的女儿一出生 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她的前三个月 我收到过五次的病危通知书 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如果我的女儿 要完全康复的话 必须在三到五岁的时候 完成一次心脏手术 在陪女儿的过程中 我感受过了一些 做手术的小孩的那种 痛苦和绝望 我的女儿 几年之后要 面对这种困难 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挑战 这么一个有趣 而又有难度的项目 我女儿看得懂的项目 我希望她三到五年之后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能够鼓起勇气 去完成她的挑战 我和她的妈妈一直爱她 我刚刚还在想呢 一个核电的工程师 然后她平常看的 其实都是数字或是报表 那为什么她会来挑战 这样的一个面具辨识 原来是为了女儿 花花绿绿的小孩看得懂 这个爸爸真的很伟大 我们大家一起集气 替你的女儿欺负 加油 我说这个故事 是希望我的女儿看 并不是希望多可未看 我希望让我孩子 我女儿心里我还是一个 光辉的不幸运 我所以希望多人为 还是按照她的科学标准 来给我打分 谢谢 谢谢你 李宁静 我觉得你最后这句话 说得特别像男人 我有个想法 就是说中国羽毛球队 现在有现役的世界 世界冠军有21个运动员 然后还有11个教练员 也是世界冠军 我希望节目组如果有兴趣呢 专门在这里做一次 一拍的活动 我会把我们所有的冠军 带到现场来 每一个人 打一件我们的 获得世界冠军呢 无论是衣服还是球拍 做一拍 然后把这个费用 给李宁静的孩子 去做心脏手术 或者是给那些 需要帮助的那些儿童啊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有那个能力 去给我女儿健康 我希望永博老师 这做件事 能够捐给那些 其他患病心脏病的儿童 因为我发现在治疗的过程中 有很多一样来自农村的 那些小孩 他们没有非用去治疗 所以选择了放弃 我希望永博老师这件事 能给他们一丝希望 谢谢 各位的位 科学是你判断的唯一标准 这一点我们慎心不疑 好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各位的位 会打出怎样的 难度细数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的门数是 六十分 七十分 最后的门数是 一拍一拍 要不相信我自己 祝福你 祝福你的女儿 好伟大的钢轿 真的特别特别地感动 开始我觉得我们会为他 惊人的这个情感 记忆里觉得好牛 然后会震倒 但是听到她的故事以后 她又会那么淡定地说 我可以依靠我的能力 去给我女儿幸福健康 我觉得特别特别地棒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俩 来 去吧 跟她的天地要相信自己 加油 加油,李维 今天他展现的能力有四点 第一点肯定是快速记忆 第二点是他记忆的精确性 已不光光是要认出来 那一百二十张脸 而且要把一百二十张脸 跟其他的混淆变量 一百八十张脸分开 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某一个变脸表演者 脸上所有的脸 我加示的目的是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 我们挑选了一个 他最熟悉的演员 那他就没有完完之间的展示出 他精确地记住了所有的脸 这是个很好的记忆的 精确性的展现 第三点 你不光是把十二张脸挑出来 你还得按顺序排好 第四个难点 画师画出来的图 跟演员脸上的那张脸 是有差别的 那这就表明他的记忆 必须要有容错性 精确性 容错性 这两个是矛盾的 你要把这两个完美地结合起来 今天他表演得非常出手 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有金台 领导品牌 今点有金台为你 关于播出的最强大脑 今天是福尼 弹弹员远西西洋洋 渐渐刚刚过大年 洪流你的能量超过你想象 最强大脑 同家气色或同伴 雪狐兰新客中心表情 更过瘾 接下来在这个比赛上 即将上演的是一个特殊的对决 请看 世界纪录 为了应战日本闪电算顶尖高手 最强大脑在全国发出召集 最终锁定三颗新星 将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角逐应战日本顶尖高手的机会 向天佑 山东省闪电算第一人 多才多艺的他 从小就是学霸 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天佑学什么东西都特别快 会帮我算账 会照顾我 担负起一个家的使命 能够参加日子比赛 是我送给姥姥姥爷的礼物 我期待和世界级的新算高手 一决高下 让我的家人为我骄傲 吴仁俊 全国等级最高的新算比赛冠军 中国目前最厉害的新算选手之一 我要未免我的冠军头衔 加入中国战队 迎战日本 张恩明 学习闪电算近一年 赶超很多学龄五年选手 获得吉林省新算比赛第二名 是潜力最大的中国选手 我是吴仁俊哥哥的师弟 吴仁俊哥哥老厉害了 他是我的偶像 但我一定要唱他 一生 虽然我和二鸣在台下是兄弟 但在台上我会全力以赴的 我准备好了 放马过来 看我们去 有请挑战者 三位小朋友好 来握个手 你好 来 轮到你了 好 来 你好 中间的小朋友 我们能够再走一下路场仪式 好不好 来 这样走的 来 好 来 走得跟人家不一样 来 这一位小朋友 穿红衣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好 大家好 我来自吉林省研机市研新小学 六年四班的无人俊 我今年十二岁 您是朝鲜族吗 是的 第二位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林省研机市 研新小学二年一半的张爱明 我今年七岁了 我是汉子 第三位我身边的小朋友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向天佑 我来自山东省济南市 见了一小六年七八班 我今年十一岁 我们这三位的小朋友 都是通过优酷土豆 上传一分钟的视频 来到现场的 我能不能还跟大家表演一个东西 我先把问题提完 你再表演好不好 好 杰伦 我想看你的表演 对 我的表演是跟周杰伦哥哥有关的 哎呀 哎呦 我虽然是个牛仔 在酒吧吃点牛奶 为什么不喝啤酒 因为啤酒上身体 我只会这两段了 其实蛮不错的啊 其实看他的VCR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 他很大方 对 从他VCR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有在这边歌舞啊 然后有点跳舞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吗 还有一件事当然可以说 嗯 我平时特别喜欢陪老大打羽毛球 我来这个节目也是因为看了上一季 李永波老师送小朋友球拍 我特别羡慕 可以请求李永波老师送我一副球拍吗 哦 啊 还真带球拍来了 哎呀 对 球拍是李宁的 你知道李宁吧 知道 然后有我一个我的签名 还有一个是林丹的签名 天 对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支球拍能带给你 更强大的一种力量 好 谢谢李永波老师 好吗 哎 非常好 啊 啊 现在就松了 现在就松了 好哎呀 这是我的签名 这是林丹的签名 李宁的签名在里面 谢谢老师 好好加油 哎 好 我我虽然羽毛球打得不太好 但是我想让李永波老师 李永波的教练 都可以 也送给我和吴仁俊哥哥球拍 哦 也要要球拍啊 哎呀 羽毛球拍不够分了 球拍我还是给吗 啊 你都准备了啊 我的天啊 我怎么觉得您有点像 阿拉多梦啊 谢谢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好 来 其他几位 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你们是师兄弟啊 请问一下 哥哥会让弟弟吗 不会的 我希望我是冠军 我 但是我也不要输 我也要跟哥哥一样 好 一样 人小之大 好 所以你们刚才表了派不会相让 我要你们今天在今天场上 一定要挣第一 不要相让 好 好 在正式比赛之前呢 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呢 我们对他们三个小朋友呢 不打出预判分 也不打出难度分 那么胜出者呢 直接的晋级代表中国最强大脑战队来迎战 今天晚上三个小朋友会怎样比拼呢 请看 四算神童 与计算器高手 猪算高手 强强对决 第一轮听算 第二轮 四位数闪电看算 三位挑战者 分别选择难度系数 现场根据题型随机出题 挑战者听或看题后 立刻写出答案 正确得对应分数 错误不得分 每轮两次机会 去最好成绩 两轮最好成绩相加 得分高折胜出 好 那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两轮挑战的难度等级 以及它对应的分数 请看 那么第一轮呢 是听算 第二轮是闪电看算 0.4秒 我们可能连这个数字还没看清楚 完全有可能 就是我们还没有看清楚 他们小朋友就要把它算出来 对 所以这个跟心算 是不是又不太一样了 这就是心算 但是是闪电心算 因为它非常快 它们都是快 这个难度真的 这个就是超过了 超过了科学的 那个评判的标准了 是吧 还没 所以到这里就会打分了嘛 所以不给它打难度 那就好 终于看到不用你了 结尊 你认为RAP的形式 报一组数据 报一组数据 对呀 报一组数据 新挑战 这个题目太奇怪了 新挑战 来 好 来 开始 8856 减掉7763 再加2 再减掉5 多少 1090 答对了 对 直接说对 我的笑儿太可爱了 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特别来的 是 你怎么知道对 我这搞不清楚 因为肯定是对的 哈哈哈哈 他们三个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他已经看得好聪明了 他 哈哈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比赛就开始了 请上备战区 好 为了让大家呢 更加形象地体会 三位挑战者的心算的速度 我们特别请来了 南京财经学校的20位同学 来 我们来看一看 人脑 以机器的秘评 到底能够更快 好 我们的挑战 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首先请三位挑战者抽签 决定答题的顺序 有请科学助理 我最想抽到第三个号 因为第一个先出去的话 就有点内容紧张 好 抽签的结果是什么呢 失望 我的幸运之手不行了 根据抽签的顺序 恩明呢 你要第一个来选 你第一轮听算的难度 我选择六位数十笔 六位数十笔 接下来 天佑 我选择五位数四十笔 一上来 就是你追我赶 接下来 第三位选择的是 任俊 我选择五位数四十笔 五位数四十笔 我特别好奇 安明小朋友 你有没有做过 五位数四十笔的 做过 但是准确率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 所以 我就选择安全一点的 要是我选择五位数四十笔 错了一个数字 不是零分了吗 对 我觉得特别聪明 你选择一个比较保险的 等待那两个大哥哥出错 是吧 对 有一点像举重比赛一样 有把握的重量 选择重量的时候 要先选择把握性大一点的 这就是战略吗 也算是战术 算是战术 对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请周杰伦 为恩名小朋友出题 有请 好 来了 感应一下 哎呦 是我太紧张了吗 哎 奇怪了 一个一个手指 哎 对对对 可以感受一下啊 再感受一下 还是我 我是不是感应不行 有有有有 有吗 好 确认了 好不好 主持人 嘉宾已经选题完毕 好 接下来 我们有请恩名小朋友 走上挑单位 看她蛮有自信的 天不怕地不怕 有本看好她 女士人 二十位同学 已准备完毕 好 分名小朋友 深吸一口气 然后再慢慢地吐出来 好 我们可以了吗 可以 可以了 好 挑战开始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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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开始我就 结果一个都没有处下去 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听见她讲什么 我也是想要拿计算机跟 但是跟不上 完全跟不上 他们真的是天才 主持人 有十五位同学选择亮灯 这插得好多 答案千姿百态 形形色色 太让人震惊和高兴了 他们当中肯定大多数是错的 我刚才以为他们会很接近呢 太快了 太快了 我第一个刚写完 就第一个数字我们还没摁完 那差不多人都快报完了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请看 这个里面有人对了没有啊 有一个人对了 对 二十位同学中有一人回答正确 接下来有请科学助理 选手给出的答案 各位 六 六 六 十位 零 差一点点 我们接着来 来 百位 零 千位 五 万位 九 十万位 五 百万位 三 有一些差别 但没关系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是 他只不过是进行第一轮的第一次 我们的规则是取两次最高的那个分数 所以我们请恩鸣小朋友再做一个准备好不好 好 给恩鸣加油好不好 好 谢谢恩鸣 谢谢 我还特别想知道 我还特别想知道就是那小孩他一抱完他就大家就出来了 这边他们是同时的呢还是稍微慢一点 这个他们出来时间 也差不多 这边稍微慢了一点点 那明那边是快一些 也差不多 其实 你不跟我斗 你难受是吧 没有 没有 怎么敢呢 好 接下来抽签顺序是天佑 根据我们比赛的规则 仁俊跟天佑选择的难度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要同时出场 接下来请杰伦为他们选择题目 好 感觉一下 这重点是我自己手流汗流很多 又不是我在睡 我替他们紧张你知道 好 确认好不好 感觉一下 就这样了 主持人嘉宾已经选题完毕 接下来我们请天佑仁俊走上挑战位 挑战 开始 九万八千二百三十 七万二千九百三十八 减一万零二百七十九 二万五千九百七十三 一万二千零三十八 一万八千九百零四 七万九千零二十三 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九 九万八千二百七十一 减二万零四百九十八 二万七千九百三十四 九万零七百二十六 二万九千零八十四 一万七千八百二十六 减八万九千零二十七 一万八千九百二十四 减一万零二百九十三 九万二千零四十七 二万零一百三十八 五万六千七百八十九 九万八千二百三十 七万二千九百三十八 减四万零二百七十九 五万零九百七十三 减一万二千九百三十八 一万八千九百零二 七万八千零二十三 减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九 九万零八百七十一 减二万零三百八三百九十八 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八 一万七千零五十二 二万三千六百五十七 九万零八百六十一 减一万二千六百三十八 六万九千八百二十七 三万四千二百六十九 八万七千二百零四 八万一千二百零四 一万零四百三十九 完毕 我们来看这边的情况 主持人有十位同学选择亮灯 有两位同学的答案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那两位答案相等的 目前看是正确的掌声鼓励他们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天佑和任俊 两位小朋友的答案 选择 选择给出的答案 各位 三 正确 十位 一 正确 百位 五 正确 千位 一 正确 万位 三 八 正确 十万位 十万位 十万位是 三 三 百万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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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一 超这个 十万位 十万位 他 8 正確 10萬位是 3 正確 最後一位 我看看 百萬位是 4 1 3 正確 超樣的 現在的分數是 天佑獲得了50分 任俊獲得了50分 我們小恩明暫時不得分 不過不要緊 我們還有第一輪的第二次 我們在兩次比賽完以後 我們第一輪要選擇最好的成績 加入總分 太酷了 好 那麼請各位回到備戰席 那麼恩明現在對選擇的難度有輸了嗎 有 能不能告訴我要選擇哪一個 六位數十比 六位數十比 還是選這個呀 掌聲鼓勵他一下 好 這個孩子因為第一輪他這個就是 有錯誤沒有得分 他第二次非常沉穩地 選了跟剛才一樣了 對 他還是想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爬起來 沒有受其他細節干擾 不受任何的影響 來 加油 對 不要哭 對 不要哭 我覺得繼續勇敢地 我們下一題 說不定就領先他們了 恩明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來 好 那麼我另外呢 要給觀眾朋友們講的是呢 由於天佑呢跟仁俊 他們在第一輪第一次當中 選擇的就是最難的 分數也是最高的 他們成功地挑戰了 那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必要再進行 第一輪的第二次較量了 好 那麼接下來的機會就完全留給你了 好不好 好 那你這樣子 恩明你想誰給你選題目啊 孟菲 好 有請孟菲 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啊 為什麼我一次就能成功了呢 你手上沒有汗 好 謝謝孟菲 謝謝 一定期待 分明請上挑單位 挑戰開始 開始 819302-102879 829356-108947 879254-528934 587139 10385 195204 837262 完畢 請十二位亮燈同學同時亮起提板 哇這個差的也好遠的 有幾個樣子 嗯 對 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呢 請看 三位同學完全正確 謝謝他們 小恩明給出的答案 小恩明給出的答案 對不對呢 選手給出的答案 第一位 三 三 正確 第二位 五 正確 第三位 一 二 二 正確 第四位 第四位 七 正確 第五位 七 正確 四 有點遺憾 三 三 二 二 二 哎 回位子上面坐一會兒 好不好 我沒有把握 什麼 我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 第二輪你有把握嗎 閃開是你的強項 好不好 我覺得我今天一分都得不了 不會得不了一分的 因為我們還有第二輪兩次呢 要不要試一下 試試看 我們在所有的機會用完的時候 我們再下結論也不遲好不好 好 還有機會好不好 艾銘 好 他說要試一下 來 沒關係 手牽著我 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有第二輪 哎呀 哥哥來了 都幫你們 哎 好 第二輪還有機會啊 艾銘 其實我剛剛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的樣子 就是 作為一個媽媽 我不曉得朝哪個方向去說 我只是想說他只有七歲嘛對不對 應該允許自己犯錯誤 誰說不可以犯錯誤呢 對啊 寶貝 沒問題的 艾銘啊 你忘了那個 上台之前跟你說過 我們上台是玩遊戲的 你忘了嗎 你就當玩遊戲 對啊 怕什麼 來 我們接下來呢 就進入到 第二輪 來抽籤 這次呢 你先抽好不好 好 來 我的幸運之手已經不靠譜了 我得換這隻手了 抽籤的結果是 哦 他每次都能抽到第一 首先呢 分明 你來選擇一下難度 我選擇0.8秒 0.8秒就是20分 好 任俊 我選擇0.5秒 0.5秒啊 10秒 50分 那麼接下來 天佑 那麼接下來 你會做什麼選擇 我選擇0.5秒 0.5秒 10秒 反正看算 4位數 20比50分 哇 先選個簡單的 熱身為後面那個 0.4秒做準備 對 我覺得像天佑是很可怕的怪物 哎 這個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特別想問一下 最後選擇天佑 如果 任俊 沒有選擇這個0.5秒 會不會影響到你最後的選擇 不會 賽前準備很充分 對 他們的戰術運用 還是挺有水平的 很精彩 因為兩個人 誰也不想輸 這個小少爺抱著腦袋 在想什麼呢 哎 你在想什麼 我覺得我很傻 很傻嗎 很傻 沒有 你出來 不要這樣想 不是所有的人 能夠到這個舞台上來的 我比你更傻 因為我根本算不出來 知道吧 而且多個多位也算不出來 好不好 我想問的 恩明的是 你還想不想繼續這個 比賽或者說遊戲 我跟你說 完全有 你可以選擇繼續 也可以選擇 我不玩了 沒有人逼著 你非要 非要把它完成 你告訴我 你的想法是 我想繼續一下 繼續下去 嗨 好棒啊 一個7歲的小孩 他就有這樣的想法 我從哪兒跌倒 我從哪兒爬起來 他還是選擇來堅持 他這種聽勁真的 我覺得是很難能可貴的 來 接下來呢 我們有請 永波老師再為恩明選擇題目 好 永波老師來給予鼓勵一下 對 換一個人好一點 主持人 嘉賓已經選題完畢 主持人 有能量了 好 謝謝永波老師 謝謝 我們要問一問 永波兄剛才說了什麼 你剛才說了什麼 你剛才說了什麼能量 等他挑戰完以後再說行嗎 OK 好 來 恩明如果準備好的話 請上挑戰位 準備好了給我點頭 準備好了 好 我們恩明呢已經把答案寫在答題板上 我們來看這邊 請 主持人 二十位同學中有一人亮燈 正確的答案 是什麼呢 請看 答案不正確 那麼恩明的答案是什麼呢 我們來演算一下 選手給出的答案 選手給出的答案 第一位 7 7 正確 第二位 0 正確 第三位 1 正確 第四位 8 第四位 最後一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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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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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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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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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所有的冠军照张相 然后他说好 对 其实他就是放松 人在放松的状态下 你前面的技能才能发挥出来 刚才你答对这一题的时候 他们这些大哥哥 大姐姐 他们一个都答不出来 只有一个答出来 还答错了 是唯一答对的 你知道你有多厉害吗 好 接下来 任俊和天佑同时出场 我们就请杰伦为他们两个选择题目 好 这有很多 身体太好了 他们说出手汗脚汗的人身体好 好 就这样了 好 谢谢杰伦 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上挑战位 两位选手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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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挑战 开始 好 挑战 开始 那个就疯狂了 我一个都没有看清楚 一直在跳 聪明的人就是看两秒就别看了 因为你再怎么看你也找不住他 你再怎么看你也找不住他 好 主持人 主持人20位谈节中有1人完成 好 那么 正确的答案 是什么呢 请看 同学答案不正确 不正确 那么我们先验证人俊的答案 选手给出的答案 第一位数是 7 7 1 1 正确 4 4 正确 2 2 正确 最后一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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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人俊的答案完全正确 好 人俊刚才挑战50分的难度 成功的 完成了 那么现在的战时 他的总分是100分 那么天佑 马上要验证他的挑战是否成功 天佑肯定成功了 你确定吗 肯定成功了 好 开始 选手给出的答案 7 正确 1 正确 4 正确 2 正确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 0 正确 哎呀 太棒了 永窩老师你简单地告诉我 你为什么那么自信 因为每报一个数字 在报数字的时候 他都是很镇定的鼓掌 因为他知道那个答案 数字是跟他一样的 天佑除了表现自信之外 我觉得台风很好 对 就是很有风味 他很自信 在报他对手成绩的时候 他一直在旁边鼓掌 对 吴仁俊也是这样 这两个选手台风 其实他们俩都很淡定 非常好 真的 我个人感觉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就像奥运会一样 会留给你很深刻的印象 我甚至觉得他们那个0.4 0.4那个 是有可能完成的 那可不一定 你看那个分数的安排 从50分到80分 一个月升 别看了短短的0.1秒 其实难度增加了非常多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吹个牛 还挺好的 其实这真的很难分出胜负了 因为日本选手他有两位 对 那为什么我们就 我们是两位出赛 对啊 对啊 对吧 这提议好 江老师 能不能让他们俩 这个下一个的这个比赛 下一轮的比赛 只作为表演 我没有这个权利 由Dogda Wei决定 Dogda Wei 我因为 我觉得 我觉得看两人针尖队卖毛 特别有意思 他特别考验他们抗压的 竞赛的规则是取一名 对 但是呢 我们跟日本人比赛的是两名 他可以一个人挑两个人 如果厉害的话 我倒觉得 勇博老师的这个建议可以采大 我们为什么只让他们当中进一个呢 对啊 对啊 为什么不能进两个 对啊 或者说两个人进去了之后 互为替补又有什么不好呢 是啊 我想说 我觉得 好 其实也蛮好的 因为有这种真冠军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他们看完 那不对啊 看下去 现在还没到最后的时候 所以 所以我就先看完嘛 有波老师 你说说 我说让他们先看完嘛 对啊 没错 我这个节目没有表演 我们就要看晶晶队卖毛 我们就要看他们的抗压能力 我们要看了最后一步 这场浪浪舞台 他这样有一个罪子 就最好跟我比出个高下来 这个人没什么感情 你看他 接下来选择权交给三位选手 阿明 你要选择的是 我选择0.6秒 阿明 你不需要再考虑一些吗 你如果选择最难的 你还有逆袭的机会 想不要试一下 你不要 你不要听到多位的 你自己拿决定 我只是争取你的意见 他这个意见可以不要听 我觉得他选择的非常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挑战一下呢 我都是有点支持他 挑战一下了 好 来 阿明 那么多的评审 给你各种各样的建议 现在你可以来最后决定一下 你的选择 我选择0.6秒 还是选择0.6秒 最棒 最棒 对 我打在天下无敌手 什么跟日本PK 我就不是那个想法 我还是不是为了得分数 就是想要把我的能力给展现出来 他选了一个他最有把握的 我觉得他是理性的 这是理性的选择 他蛮有思想的 很有定见的那种 我不想再选0.8秒 因为我想得60分 好 任俊 所以你选择难度 我选择0.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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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秒 也就是在8秒钟之内 要完成闪电看算4位数 20笔的预算 天佑 请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 我选择0.4秒 刚才任俊站起来 说他选0.4秒的时候 你回头看着他一眼 在之前的表现当中 没有看到有这个反应 我就想他已经把我逼到了绝境上 我不得不反击 好 那么较量会怎样展开 结果会是如何呢 接下来 恩兵小朋友 你还可以做个选择 你让哪一位评审 和嘉宾给你出题 随便 随便 请宁静姐姐给你出题吧 我是那个随便是吗 不是不是 这回肯定行 对 你的走路姿态 跟恩兵出场是一样 是的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可以确认吗 可以 主持人嘉宾已经选题完毕 好 谢谢宁静 谢谢 你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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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恩兵 请上挑战位 挑战开始 恩兵已经把答案写在答题板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边 接下来 正确的 答案 是 请看 他热了 同学答案错误 同学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的机器算的 我们的机器算的快 但是 又错了 接下来 恩兵的答案 勇博老师 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忍不住要问你这个问题 这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 好 来 卷手 卷手给出的答案 第一位 五 第二位 八 第三位 四 第四位 六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了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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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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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梦想呈现了 这么点点的一个小朋友 他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心理 他完全是在超越自我 你知道我是一个多有运气的人 是 以后找女朋友的话 是不是要找林婷姐姐这个样子 不要这样子 才七岁 你非常勿扰不不得了吗 再见一次孟非是不是 哦 哦 那你那个节目去 哦 就叫理性的回答 非常有方向 《非诚勿扰》上 这么漂亮的也没几个 好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安平 真棒 好 接下来 两位选手 任俊 田佑 他们选择的题目是 8秒 要完成闪电看算四位数的 20笔的运算 其实每一笔的呈现的时间 只要多少呢 0.4秒 好 有请 结论 好 我有一种感觉 他们两个要能完成 都能完成 要完成不了 都完成不了 主持人嘉宾已经选题完毕了 好 谢谢杰伦 好 那么两位选手请上 挑战位 两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们来看 这边 都有两人选择亮灯 他们的答案 有所不同 正确的 答案是 请看 两位同学全部错误 接下来 我们先验证 任俊小朋友的答案 到底对不对呢 到底对不对呢 一位数是 8 8 正确 第二位数是 2 2 正确 第三位数是 8 8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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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正确 8 正确 8 正确 9 有点笑瑕疵 没关系 再来 没关系 4位数是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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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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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确 第三位 遗憾 不正确 接下来 前面那个数一愣 后面那个数就没跟上 所以后面就全都打错了 我没想到向前又会错 很遗憾 两位在选择的8秒这题上面 都没有挑战成功 谢谢20位同学 谢谢你们 掌声感谢他们 我还是想说 我前面的那个话题 他们两位既然又打平 是不是不要再往下去竞争 让他们两个都入围 去跟日本人去比赛 我觉得对他们两位来讲 这样会让他们的信心 不受到影响 我 尽管说我知道你权力很大 你听我一次没有错 我其实 其实你知道 我有权力再加试知道吗 我可以再加试 你要是再加试 我下次就不来了 哎呦 我觉得两个孩子从能力上 心理素质上 状态上 都几乎没有什么差 有瑕疵了 对 在和别的国家的队比赛的时候 有这么两个优秀的选手 作为一个双保险 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出赛吧 有个半 我觉得有兄弟相挺的 感觉是蛮不错的 各位的位 根据我们的规则 你是有最后的决定权 是否加试 还是就此打住 两个人 我最后再补充一点 不管他听不听 也许作为道克特卫 他有更加高一层的深谋远虑 也许他觉得现在的这两个 天佑和任俊 也未必对那几个日本选手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他也许在等待有 比他们两个能力更强 更出色的人 来到这个舞台 即便你有这个想法 也不妨碍 就今天让他们两个 同时晋级 等那个更牛的人 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让他们再加试 选出两个 又有什么不好的 好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多个等位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我最后的决定是 刚才各位 还在最后一轮比拼的时候 就说 应该把两个人都收进来 都让他们过 我觉得刚才不是时候 因为最后一轮 让他们挑战极限 我想看他们自己的 劳力的极限在哪 第二 我想看他们在 顶着压力的情况下面 谁的表现会更好一点 虽然今天 在最后一趴都没有完成 但我至少考验了 他们的抗压能力 你可以看看这两位选手 非常沉稳 他们都为对方鼓掌 他们的水平 应该都在博中之间 我觉得今天你们给我的建议 我可能会要 第一次采纳一下 我们两个是不是应该 倍感如性 虽然我们的建议 还能为他采纳一下 莫菲 因为你不是看面馆的吗 可以请我出碗面 那你如果继续努力 表现更好一点有可能 你要如果继续努力 表现更好 我陪你去吃 那我们结束了 我们一块去吃 好 我说的是最后一把 的确是非常接近极限了 就400毫秒的时候 数字在面前闪现 因为我们视觉处理能力 是有一定的预值的 我的速度只能这么快 所以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把那些数字又加起来 就基本上我觉得 你们都配得上 对长大脑的称号 我最后的决定是 两位选手同时晋级 科学是他的唯一标准 也没有让他完全小时理智 他也是当周围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蛮好的 他不是人情的 最终他都为了决定 非常正确 非常英明 请各位的颁发 最强大脑 荣誉奖背 请结论跟我一起办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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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奖杯 那奖杯也拿一下 那为什么 我觉得这两位哥哥太好了 太好了 你不需要 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奖杯的 我建议两位哥哥带着恩名 你们三个人一块走上去 好 来 请走进 竞技之门 三位 手拉手 上去 好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千百遥光 静静靠着我的人 谢谢 这里是《游戏奶》 领导品牌 今天《游戏奶》为你冠名播出的 最强大脑 洪流 你的能量 超红你想象 最强大脑独家骑车 或者偶伴你学乌兰 新客户的新表线 郑过瘾 有请下一位超战者 我叫刘飞龙 这种买小吃 他由于从小来特别痴迷无暇 特别将年就一门独门决击 将不认成石后宫 放水 放水 本年把玻璃杯正碎 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靠好的方式来正碎玻璃杯 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正常的人生 很难把这个玻璃杯正碎 我从教升学已经50年了 我从来就没有看到 说能够把玻璃杯碎破 就是没人相信我 我也没放弃 我看到很多秘籍 无论春夏秋冬 花不下雨 我也坚持天天练 经过好多年的客户训练 现在我对我的手工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是用声音把玻璃杯正碎 我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挑战 今天我就是了挑战活手 证明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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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看来就像一个举动运动员一样 这么走上来了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吕飞龙 来自四川省安岳县 人和乡 一村四祖 然后在成都卖薄薄鸡现在 一村四祖的吕飞龙对吗 对对对 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我自己取的 你自己取的 我上学的时候 然后因为当时比较崇拜李小龙 我自己的名字太土了 然后我就自己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原来叫什么 我们听听有多土 对 叫吕亚虎 亚就是亚 老虎的虎 飞龙和亚虎也没见得就 他还有个亚字 对吧 亚字第二 对了 你觉得李亚鹏这名字土吗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可以不回答吗 好 看了刚才VCR有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这个飞龙哥哥 你练这个湿吼龙练多久 怎么练 我是这样的 我有空就拿着杯子吼 然后开车的时候也吼 然后走路的时候也吼 然后这样 那坚持吼的决心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唱歌嘛 然后喜欢练高音 等会儿 你这个嗓子高音比较高 对 我当时听那个Vitas的 那个歌剧的时候 Vitas Vitas 可以来一段吗 你听他这个 他唱Vitas我是不太相信 我们唱两句听听嘛 唱两句听听好不好 好 来来来 来来来 环境对你有影响吗 比如说我们在录音棚唱歌 在KTV唱歌 用的那些声音跟 比如说这么大的环境空间里面 唱歌的声音阻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事 我平时都在那个三环路边上吼 你能告诉我们 你今天要来挑战的项目是 爆裂声波 哎呀 长大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节目是为了帮助我们评审 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个项目 我们专门请了有关科研机构 对这样的一个项目展开了分析和研究 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数据才能说明问题 我们准备了一辈子 给挑战者吹死的同一批次的杯子 每一只杯子都测出了它的写真频率 通过一个高音头加给它的声音 玻璃杯在很高的声压 在作用下没有破声 但是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讲 第二次我亲自专家的这个试验 那么我们选用了一个功力 更大的扬声器系统 讲音频信号送到这个广播系统里面 声压界达到了133dB 玻璃杯没有破声 130dB的这个声压界 相当于喷起飞机起飞时刻的造声 在这么强的声压界作用下 玻璃杯没有破 所以能要吹破玻璃杯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好 现在我们有请 中国最权威的升学研究所之一 南京大学升学研究所的 赵奇昌教授 有请 赵教授你好 欢迎您 我们赵教授呢 在南京大学已经从教了50年了 他也是中国升学领域的 泰斗级的人物 今天呢我们有请到赵教授 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整个 挑战过程当中的严谨和科学 那么各位 你们还对细节 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我想问一下教授 刚刚您有说到一个数据 是130dB 相当于是喷射式飞机起飞时候的噪音 那如果说人体真的有可能去练到 比133再大的话 玻璃杯到底会不会破 生压界极高 玻璃杯是会破的 OK 它需不需要一个持续的时间 需要 除了生压界以外 还有两个指标很重要 一个是作用的时间 时间 第二是它的频率 因为这个玻璃杯的写证频率 我们都称过大概是500多赫兹 那么500多赫兹 我想在这各位都能发出这个声音 问题是能不能发生这么强的声音 我其实就认为 其实不可能阵破 不可能 因为500赫兹的声音 在生活中太多了 原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从头到尾都没看 范冰冰是为什么呀 看了会影响成功率吗 因为怕气散了 因为怕气散了 对 破了功率 英雄气短 就是我害怕看了 冰冰我紧张 紧张就 就乱来 就乱来 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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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乱来一下好不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挑战就要开始 你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只要一次挑战成功 你就算挑战成功 你了解了吗 了解了 但是我有两个要求 我有两个要求 两个要求 好 你说 第一我需要用手指弹一下 那个玻璃杯 我要听一下它的那个 就是震动的声音 在什么地方 但其实你练的是一指缠 教授 你同意吗 我用橡皮锤 敲声音给它进 好好好 第二个条件 就是我需要一根吸管 需要吸管啊 对 放在里头 就是看那个频率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吸管已经有了 准备了 哦 好 是要看着那个吸管的 频率的动作 对 都动作 所以你才知道 你的那个频率 要坚持多长时间 它才可以爆裂 对 可以啊 智慧女生是吧 你不看她 但是她很懂你 还是别看了 能破坏就破坏了 不要乱 好 那么赵教授 在挑战之前 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是希望 这个挑战者 不要用手去碰 那个被子 可以接受 好 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 同时 打出你们的 预判分 小松给的是一分 你这个分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这么低 什么意思嘛 对不对 对我这个是 正儿八经的本事 然后他给我这么低的分 是对我这么多年辛苦的 比如说是一种侮辱 这么低 什么意思嘛 对不对 哎呀什么东西吧 作为一个功课生出身的人 我是绝不相信 他能靠声音把那被子给弄碎的 那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有别的办法 他把它弄碎了 你也就给他一分 对 弄碎了一定是他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看不出来 第二我觉得即使他把它弄碎了 这跟大脑脑 道老师那个人的我的理解是 所有的器官它都受大脑支配 您 那要这么说那什么都是最强大脑 体差也用脑子 应该不给分说实在 我给一分都是客气的 这给弄碎的 我也不认为你是最强大脑 天哪 这完全把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彻底破坏了吗这个 如果你真的今天能把杯子 不是吹你玩是吹破 你就带我回成都去吃波波鸡好不好 哎呀好 下次到成功 我请你 你要是成功我跟你去 哎呀好 必须的 孟非 四分为什么 现实生活当中我也没听到过 晓松说的 可能就是说你怎么做到的 也可能我说不出来 但是他不相信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指数那么高 所以我给四分 我是听到过 我也挺期待的 从哪听到的你知道吗 从三国演义里 当阳桥头一声吼 喝断了桥梁水稻流 水稻流 所以不但得喝断了水稻 倒着流回去了 这我听说过 高晓松老师说出这么不专业的话 高老师我对你不好说了 好 等会儿跳了杯子之后 你先检查一遍 你先试试 吹破了再说 吹破了 我到时候追加你 大礼 我会带你去录音 龙哥 龙哥你说 冰冰跟你回成都吃你的波波鸡盒 去跟他录音哪个更吸引你 如果同样一个时间的话 好难选 你把手伯伯记你 好 好 她再没抖下了 好 好 很抱歉 凯尼哥 为什么给2分 是因为我后面有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包括第一季的选手 那你等于是去除了现场的压力 就是对着杯子吼 所以可能这个去除压力的元素给你2分 怎么可能很压力啊 龍哥 看着我的女人在 我腰里 话又说 好好好 听完了我们各位评审 所给你打的分数 意味着多个的位 你的满分是十分 你也打不出来十分以上 但至少 不不不不 十分的话可以直接进去 你还有一些希望 好 有没有信心 有 请上 挑单位 那么有请范冰冰 好 范冰冰已经挑了 第一个杯子 甩什么杯子都不懂 甩什么杯子 她也正常情况下 理论上 她也弄不出来 范冰冰 你确认你已经挑了 这两个杯子吗 对 吕飞龙 我们的嘉宾 已经为你挑了 两个杯子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走上 挑战区 我在看她走路 我眼神确实练过 好 现在我请观众朋友们保持安静 因为她要听这个音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赵教授用塑料的锤子来敲击玻璃杯 那么赵教授请你敲击第一个杯子 可以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赵教授请你敲第二个杯子 可以了 好 李飞龙 请告诉我 你首先要挑战的是 哪一个杯子 第一个吧 第一个 好 科学助理 注意啊 科学助理会把 李飞龙的要求是把吸管放到杯子当中去 我们看到科学助理 已经把玻璃杯放在防护网的前面 我们的科学助理已经把玻璃杯放在了拖架上 好 李飞龙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么准备好的话 请就位 李飞龙 我再重复一遍 你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只要 一次成功 就算成功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说顺利话 他能把吸管震出去 我已经很震惊了 但我是不相信 他能把那弄破 好 可惜助理 把吸管放回去 他能把那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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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跟杯子都靠很近 我很怕是想把杯子吃了 一路我都還是對他心塵懷疑 等一下 主持人 我有一個要求 主持人 我有一個要求 独自嘗試失敗後 呂飛龍突然提出了一個請求 主持人 我有一個要求 我希望我手可以握著這個杯子 不行 不行 我不知道 第一個 我們教授和其他的評委 可不可以讓你用手拖著杯底 對嗎 第二個 你只有兩次挑戰的機會 如果他們同意的話 那算是第二次挑戰 第一次挑戰我們就算是失敗了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好 接下來的問題就在於 他可以幫助他感覺到震動 對 評 評率 好 現在我想問一下教授的意見 希望他不要碰杯子 因為他手上可能練過功 有什麼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 我覺得他們把我想得太厲害了 好像我真的是爵士高手 會彈指神通一樣 那麼當然假如同意他 這個用手拖杯子 那麼請他戴個手套 這個控制 我覺得可以接受 我認為可以接受的原因是 在現場這麼多觀眾的見證下 這麼多攝像機對著他 我覺得公正性是有保證的 戴個手套 如果教授同意的話 我覺得應該給他機會 好 謝謝 那麼關於這個挑戰項目 大家都形成一個 比較一致的意見 你可以用手套 好 但是我再重申一遍 這是你的第二次挑戰 好嗎 好 好 請 沒練過鐵沙掌嗎 我覺得飛龍拍出來特寫還挺帥的 對 明明 下次那拍戲找我科目的 哎呀 你還電視這個事 你看你的那個好不好 別給玻璃拍話了再說 哎 飛龍啊 一心一意啊 專注啊 專注 聽我的口令啊 飛龍 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準備好的話 挑戰 開始 第一輪挑戰失敗後 第一輪挑戰失敗後 呂飛龍提出用手拿著杯子 這一次他能成功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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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来不及反应啊 这么短都是掩天啊 他们都不相信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当他在最快时间破碎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挺惊讶 挺震惊的 那一瞬间我就有种热泪引发的感觉 我以为他要时间很长一点 不断地去调这个频率 小松你说吧 当时睡了之后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看高晓松老师的反应 他当时其实我看着他蛮尴尬的 我说他还真给弄炸了 他炸了我当然觉得挺吃惊的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我看不出来的手段 一定有什么东西我没看出来 飞龙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捏着那个杯子的感觉 这是一种感觉还是他真的是有频率的 是这样的 平时练我都拿手 你叫我突然之间这样根本不习惯 你要是真的我就拿把吉他 你就冲上我这六根弦 然后你要能把这六根弦给我唱断了 我叫续弦 他要给我唱断了 把吉他的琴弦给他唱好断 我当时就挺搞笑 我说怎么会这么想啊 他太可爱了 小松我问你有一点后悔吗 打一分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对 所以你那个一分是不相信 他完成了 小松也不相信 对 他的各方面都表现出他实际上是个廉价 其实他要说他用别的东西 反正就他把玻璃弄碎了 隔空 那我就给高分了 他要说他用生锅 那就不 这个就更证明我这个厉害 我相信 他可以吹过一万次 因为他如果有一些什么手法的话 其实小松 你可能是没见过的 我也工学背景 我是电子工程的硕士 你相信吗 我相信 Dr.Ray他们年轻 当然他们有接触过那些 当年齐国大师盛行的 他比这闲户的有的是 还能改DNA呢 我不相信 我相信他能找到那个频率 但是我不相信他那个频率能当共振导致他破了 其实没上过电子工程的那种 就是说那种课 他们一种最经典的实验就是说 也是碎杯子 这个非常经典的 展示共振频率的一个实验范式 其实今天他是用肉身来完成的 这是很罕见的现象 好 那么刚才给你的分数是7分 你到底能不能成功竞技 你的命运掌握在 Dr.Ray的手上 Dr.Ray会给我打4分 我觉得是真的是 万里飘一的本事 Dr.Ray会给你打出怎样的难度 细数分呢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让我们拭目 以待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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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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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掌声鼓励一下 那么 其实我们已经了解了 多么多位给你打出的分数 应该是7分 因为我刚才小松说 好像跟最强大脑没什么关系 我要把这个澄清一下 完成这个挑战 它本身是跟大脑 是绝对是有关系的 第一 它是听那个杯子的 共振频率是多少 它做一个判断 记住 然后第二步 就需要持续的 通过控制它喉部的发声 这种精细的肌肉的控制 持续的发出 相似频率的声音 而且这个伸压是必须 有一定的 理论上来说 当然是可以的 对 问题实践中间 你是不可能做到 其实我解释一下 等一下 你知道 你听说过美声唱法吗 美声唱法练的是 长而且准 频率非常的准 帕尔罗蒂这一辈子 也没唱碎过一辈子 他没练过这个可能 这不是频率准的 这不是练 就按照你的理论 他怎么说 帕尔罗蒂也没判断过 杯子的 公众频率是多少 然后持续的对他去发声 稳准 长 能把这个给弄碎了 从来没有过 高雄老师 我觉得可能我的技能 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 毕竟你要让他这么一个 就是睿智 自信 自负的人 相信一个他所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他今天把玻璃给碎了 非常了不得 费龙 你要跟你的女生说什么是吗 来成都请你吃啵啵鸡 亲手队 还有下次戏的话 能客串 客串角色 你客串他什么角色 随便吗 随便 我觉得我比王宝强好看 好 我们这个节目 要得罪多少人 反正我发现能站在 最强大脑的舞台上的人 都是超级有自信的 而且他们偏心意识 今天你让我看到了 一个扑克的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我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所以如果有机会 你请我 我一定去 好 谢谢 谢谢 在我看来 这个能力 你就是把它碎了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这个事情它的意义有多大 并不如它带给你了多少快乐 是 如果在我们一个平常的生活当中 这件事给你带来了快乐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今天证明了你的快乐足够了 谢谢孟老师 谢谢 好 很遗憾 没有成功晋级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也许别多的惆怅 就随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 未来会给我一双 梦想的翅膀 感谢有进来领导品牌 经典有进来 红柳维生素功能饮料 感谢雪佛兰 新科鲁兹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流旅游网 和精子招牌感慰 感康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你要了解更多 最强大脑有趣的故事 和相关的知识 请关注稍后播出的 美的变频空调 燃烧吧大脑 感谢本节目独家市民网站 用户独斗 感谢有态度的网易新闻扣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登陆QQ空间玩吧 挑战最强大脑同名游戏 观看节目同时呢 登陆百度百科搜索 最强大脑了解 节目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参与 最强大脑百度官方贴吧 互动发表你的观点 浏览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请下载今日头条 资讯扣端 打开将近网络电视台 查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对本节目提供的 全程科学顾问 最强大脑报应方式 第一 登陆网站 3w.izqdn.com 填写表格 第二呢 打电话到02596088 第三 登陆到优酷网 或下载优酷拍客客户端 进入到大脑你最牛 上传视频 进行报告